这海盗船掉落的宝箱挺坑人的 居然不能在下沉途中被打开 每次只能等到城底才能开启 浪费我的氧气 我天哪呀 就个探照灯 这是大型海盗船该掉落的箱子吗 也太坑人了吧 哎呀 氧气背包没拿到 还被魔鬼鱼给拿捏了 真是摔到家了 这上面还有一松呢 不过在水面上跟他硬刚 完全处于下风啊 连我的化石龙都被炸死了 我掉水里面也不放过的啊 炸得我灰头土脸的 还好命运没有入土为安 看来我得超上我的收鸽子 学你一样戳破他的船底 我觉得水下打他们 应该是目前最佳的选择了 小伙伴们还有其他打法吗 最后我跟大师兄总共 收集了六个氧气背包 应该够我们去猛野心探险了 现在来到的是海底沉船的地方 大师兄不要下去不 这还用说 我已经召唤出小海报了 请着他下去看看好不好用 糟糕 已经有海灵守卫发现咱们了 哎 不过他对我没兴趣 过去找你了 那你还愣着干嘛呢 现在我是幼儿 他不会攻击你的 赶紧用你的能量剑剁了他呀 来了来了 不过你好像逃离了 他没有再追你了 那我也不止他了 可能是我的小海报的游泳速度还可以 那赶紧跑到船舱里面 找到闪电核心吧 雾气蛮黑的 很难看清楚 看照灯得戴上 哎 好像没在这里面哦 那大概率在下面的船舱里面 小心哦 下面的船舱里面 一般会有很多海灵守卫的 我已经看到了 还好被困住在里面出不来 不然咱们肯定被拿捏了 那怎么办 不进去拿不到 进去又死翘翘 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偷偷进去 估计有点难度 我砸个缺口看看 我了个去 在里面也一直跟着咱们绕的 进去必死无疑啊 上面有一个身体快要跑出来了 已经在朝你发动攻击了 那你还在干嘛呢 有我这么好的诱饵在给你做掩护 你赶紧进去拿闪电核心啊 下面缺口这几个被我给灭了 弄完我就上去灭了上面的 那好 老大哥你保重哦 既然你这么死身取义 那兄弟我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保证完美的完成任务 我看到箱子了 马上来开箱 好嘞 拿到闪电核心了 诶 这外面有个家伙好像追踪的是你 所以我在旁边怼他 他也完全没意见的 很好 你赶紧解决掉 然后我再出去 免得招着麻烦 可以出来了 我的收割者已经把他送回老家了 东西拿到了是吧 那上去咯 不行 其他沉船的箱子也得开一开 里面大概率是会出氧气背包的 都得去收刮了 这边又找到一个 你去开吧 诶诶诶 你居然还骑上浮游山海了 箱子我看到了 我来开 没有氧气背包哦 来 这边又发现了一个 你运气不行啊 被我一开就爆出氧气背包了 好家伙 真的假的 你先别拿 眼见为食 我来看看 诶诶 确实没有骗我 我收了哈 你一个坑货 分明就是要来顺走东西的 哎呀 你别那么小气了 还有一收呢 说不定也有 有的话就给你咯 最后的箱子我开了 里面没杀好东西 那准备上去咯 现在沉船探索了 小师弟 前面有个小沙丘 咱们游过去 到上面整理一下就回了 这里离咱们的大本营有点远 估计得用传送卷轴回了 OKOK 上去了再说 我已经取出传送卷轴了 准备回咯 咱们空岛见哈 我也拿好卷轴的了 那我就跟着一起回咯 尴尬了 我没有把空岛记录为家的位置 跑到最开始的出生点来了 现在还得用传送舱再传送一次 稍等哈 马上就回了 那我边等你 边来把武器装备都给维修了 好像除了能量剑 没有武器可以维修 其他都能给搞了 对哦 说到能量剑 我去到猛稳星收集到指引师 我也得制作一把 对哦 我的闪电鲁连边 可以来给能量剑附魔上压 尴尬 没有万能激活石 不知道箱子里面有没有呢 不用找了 一个也没有了 咱们之前收集的就不多 没事没事 还好空岛上也是有符文框的 我去挖上一两个 肯定能爆出符文桥怪的 我只需要一个万能激活石就够了 大哥 能搞多点就搞多点 我稍后也需要呢